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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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把这个球果捡回家 用小铁锤把它锤开来 里面就会有风箱的种子 风箱的种子有点像白蚁的翅膀 你只要把那个种子捡起来 埋在土里每天浇水 一个礼拜内就会发芽 就会长出风箱的小盆栽 就可以当做办公室的室内提灾 这边你们看到的这些都是风箱 很适合夏天在这边走步道 因为这边的温度大概会比都市少个七八度 相当的舒服 大家夏天 其实秋天跟春天 一年四季都适合来走 在风箱步道 风箱小镜这边 可以远跳十能水库的bug 像这几天梅雨刚过 这一波的梅雨刚过 下一个礼拜还会有另一波的梅雨 现在十能水库已经接近满水位 满水位飙高245公尺 已经差不多了 可能下个礼拜再下 可能就要放水泄痕 看到这湍急的水流 你就知道这几天下的雨有多大雨 现在再过一个礼拜就要端午节了 隐约已经可以听到整个山上的穹鸣鸟叫 水位飙高245公尺 水位飙高245公尺 水位飙高2公尺 水位飙高5公尺 水位飙高6公尺 水位飙高4公尺 水位飙高6公尺 � الله 再往前面 这边有一个接近坝顶的景观台 这个应该很久都没有人走上去过来 那我来走走看 嗨狗狗 好了开始往上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老實說我有點懼高 再往上走那個腳應該會軟掉 這裡的視野超好的 你們看到沒有 這裡就是接近門水位的石門水庫霸地 這邊都是貴花 步道區下面那邊 種的是超過兩公尺高 應該是說兩層樓高的 桂花 等桂花開的時候在下面 散步也是門鎖的一件事 這邊都是貴花 這邊的水位從 這一次的 沒雨過後 就算不再下雨沒有颱風 這邊的水量 應該可以夠大家 使用到九月初 因為現在的水位是全門的